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微信公众号JS全场开发实战的最后一堂课 那么今天我们会,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课程的小节 那么这期课的内容主要以下两个是这个回顾一下我们这期课的一些内容 然后是介绍一下这个这期课没有覆盖到的微信公众号开发的相关的内容 那么首先关于这期课程里面的理论部分 那么给大家介绍了微信公众平台,它这个开放平台的几种开发类型 那么主要包括这个网站,然后APP,然后企业应用,然后开放平台等等 那么还有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开发的技术条件 以及账号申请的这个基本的流程,那么账号配置的基本过程 接下来也是微信公众账号开发的这个交互的过程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网页,就是微信内线网页和微信公众账号服务后台的这个 跟微信以及用户之间这个交互的过程 那么还有就是微信公众账号开发文档的导图 那么这里面在本门课程的前半部分 给大家介绍了大部分的文档 那么后半部分呢,会把这个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这个文档里面的哪些部分需要特别注意 好,那么关于这个这门课程里面的工具的部分呢,主要有以下几个点 那么第一点是这个整门课程的基调是在node和npm这个基础上 那么我们使用了一些比较成熟的工具 那么比如说是express 它是一个node的mvc框架,一个request 那么它是一个发起hgp请求的一个包 那么lodash是一个工具包 那么比如说是做各种数组的处理,对象的处理 那么还有一个叫wechat 那么这个包是我们在构建这个问答系统的时候使用的 那么它能极大的方面 你基于express构建一个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服务后台 好,那么另外在开发的过程中 我们使用了不少的这个谷歌开发的工具 然后另外我们在阿里云上申请了ECS的云主机 然后并且跟大部分的操作都是在Linux命令行下面 那么另外我们是这个编辑文本使用的是这个wim 那么当然大家实际的操作过程呢 你可以把你的代码放在本地编辑 然后把它push到远程 然后再到ECS云主机上push一下 那么我们使用git做了这个代码层的版本管理 另外我们一个重头戏就是微信的调试工具 那么微信这个官方的调试工具 就挨个都给大家介绍了一遍 那么第一个是在线接口的调试 这个是web开发的工具 那么第三个是测试账号 那么测试账号的方面你在这个业务 就是公众账号审核认证完成之前就开始开发你的业务 那么还有就是真机调试 好,那么关于本门课程里面的实战部分呢 我们主要分为两大块 第一块是微信内签网页的开发 那么这里面介绍的主要的内容有两个 一个是gssdk 那么这里面包括就是要大家了解这个微信内签网页 它这个认证授权的整个过程 这里面涉及到的概念有什么 XS token和gssapi token的内容 那么第二大块的内容是微信公众账号后台的开发 那么这里面我们这个实战项目里面涉及到的 比如说用户的同步 那么我们只是简单的使用了openID 那么userinfo的接口呢 因为我们的系统比较简单 实际上没有用到 那么还有这个菜单同步 那么这里面包括菜单的类型 以及菜单操作的接口 那么还有这个消息收发 那么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那么这里面都要包括这个消息的类型 比如说是这个普通的消息 普通消息有分为好几种 那么还有这个事件类型的消息 那么以及所有消息收发的它的数据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这个在前半课程的前半部分都有详细的讲解 后半部分我们用了这个WeChat的那个包 那么细节做了一些封装 那么最后呢 就是本门课程里面介绍的比较少 或者是希望大家继续去深入理解 或者没有覆盖到的部分有下几点 第一个是微信网页授权的基本原理 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做的这个微信内线网页里面 我们确实没有设计到授权的东西 只是这个 自己在服务端生成了签名 这样用户可以把你的网页分享到朋友圈里面 那么接下来有这个微信的高级的API 比如说是支付卡券这些我们没有设计 那么微信企业级开发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客服 好那么扩展部分的内容呢 还有这个NodeWeChat周边的一些软件包 那么比如说是WeBot 就快速的构建一个这个自动活动机器人 自己设计去设置规则配置规则就行了 好扩展部分的内容呢 到这里都完了 那么最后呢 送给大家就是一句话 就是纸上得来终绝前 绝对此事 就是说虽然我在这门课程里面讲了 嗯不多 就是内容不是太多 但是也不是太少 那么大家看了一遍视频呢 你不一定就真的会这个微信公众帐号的开发 你得自己上手 比如说你的阿里云上去申请一个这个云主机 然后自己尝试搭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帐号的这个服务 就只你只需要有测试帐号就行了 然后你搭一个服务的后台 那么自己写一些简单的应用 或者说按照这个我们实战部分的这个项目 然后把代码都敲一遍 那么这样你才能真的学到内容 好那么本门课程的内容呢 到这里面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能够陪我走到现在 那么其他的课程再见